众所阿维粉周知,奥特曼中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,比如赛罗的母亲是谁,太家的母亲是谁,以及迪迦到底来自哪里,都没有人知道。这里有人要说了,迪迦不是来自三千万年前吗?是啊,迪迦确实来自三千万年前,但是来自哪里却没有人知道。有传言说是来自猎户座,但这只是个传言而已。当然,奥特曼中的未解之谜还远不止这么多,本期阿维就给他挑选三个。奥特曼中,阿维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三个未解之谜。 第一个,诺亚之神到底是谁?在初代TV剧第七话中,特搜队来到魔鬼之地,调查突然发生的奇怪事件。不过在这里却发现一个,名为帕拉吉的神秘城镇,同时也见到了一个名叫加塔姆的女王陛下。而加塔姆还有掌握各种语言,以及毒心术等神奇的超能力。随后,加塔姆就带领特搜队来到了一座石像面前。当拉去莲子以后,一个奥特曼的石像随即展现在大家眼前。据加塔姆说,这个奥特曼名叫诺亚之神,而他手中所拿的蓝宝石,就是可以抵御怪兽安诺 拉入侵的守城之宝。不过这个奥特曼到底是谁?也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未解之谜。有人说,从造型上来看,很像是初代。虽然这个奥特曼的石像身上看不出花纹,但头部的造型确实很像初代。而且胸口还没有计时器,和变身出场同样没有计时器的初代,可以说是不貌而合。但还有人要说了,不对,这不是初代,应该是诺亚。因为人不仅名字叫诺亚之神,甚至出现的古城还叫帕拉吉。要知道诺亚的神器,就叫帕拉吉之盾。而且这里的特搜队员也说了一句。 不过这个石像很有可能既不是初代,也不是诺亚,而是左飞左大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在奥特曼漫画中,左飞跟随心之声的指引,来到了同样名字也叫帕拉吉的古城。而在这里,左飞又被同样名为加塔姆的女王陛下所召见。而更巧合的是,这个加塔姆不仅早就预料到了左飞要来,甚至还清楚的知道左飞的身份。这和初代中出现的加塔姆拥有的超能力简直是如出一辙。不仅如此,在漫画中,加塔姆祈求左飞帮他们消灭的怪兽不是别人,正是在初代中出现的安诺亚。 不过在和安诺拉交战几个回合以后,左飞明显处于下风,不仅发出去的M87射线没有将其击败,甚至还中了安诺拉的磁力光线,一度失去了战斗力。不过就在帕拉吉之城即将毁于一旦的时候,加塔姆发现了藏在宝座下面的矿石,并将其扔下了安诺拉,而左飞也趁机再次发射M87射线将其彻底消灭。而在后来的初代中,当初代不敌安诺拉的时候,加塔姆也将矿石扔了出去。而初代中扔出去的蓝宝石很有可能就是当初左飞离开帕 帕拉吉之城时,给加塔姆留下的蕴含辛之声的矿石,因为最后加塔姆情不自禁地将初代叫成了诺拉吉之城。毕竟初代和左飞长得太像,况且那时候的左飞还没出现,胸口也没有辛之徽章,认错也很正常。所以综上所述,真相大概率是,在左飞战卖安诺拉离开帕拉吉之城以后,加塔姆就命人修建了左飞的石像,并放上了辛之声矿石,以此来震慑安诺拉,但至于为什么要将其称为诺拉之神,并且没有将计时器加上去,这个就不得知了。 所以也就成了未解之谜,当然,这只是漫画中的剧情,和TV剧中的剧情高度重合而已,至于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,大家自行分辨,毕竟在很多人的心里,漫画剧情不能作为证实来看。 第二个,爱迪中的神秘光之巨人到底是谁,在爱迪TV剧第八话中,一个名叫日比野的考古学家,拿出古人制造的怪兽玩具,并给施地蒙他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,早在3000年前,怪兽塔布拉就出现在地球上,不仅对地球进行大肆破坏,甚至还把当时的古人类,当作食物, 一样吃掉,该说不说,这塔布拉多少就有点过分了,虽然出现在地球上的怪兽,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,但是人也不吃人呢,不过就在古人类,即将成为塔布拉口中时的危险时刻,一个神秘的光之巨人出现了,从身高体型以及轮廓来看,这个神秘奥特曼的外形,和爱迪十分相似,并且人最终还使用L型手势的光线,将塔布拉击败,然后将其封印在了石仓山里,不过让很多人疑惑的是,这个来历不明的奥特曼到底是谁, 这时候有人要说了,这不就是爱迪吗,你看那嘴,还有那腹部隐约可见的扣带,这就是爱迪本迪啊,但其实吧,这根本就不是爱迪,因为在施里蒙确认了日比野教授,所说的并不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以后,下意识地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, 虽然爱迪猜测这位神秘的巨人,很有可能是自己的老祖宗,但是明显这里施里蒙的话还没有讲完,就被打断了,大家要知道,爱迪可是来自光之国的奥特曼,所以按照道理来说,他的祖先大概率应该也是光之国的奥特曼,那这里的爱迪又在疑惑什么呢,而爱迪的祖先又为什么从来没有被光之国的奥特曼提起过呢,所以这位和他长相相似的神秘, 到底是谁,也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,而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的考古学家日比野,最后貌似还识破了施地蒙的身份。 第三个,贝利亚的巨石器为什么从来没闪过,大家都知道,贝利亚在黑化之前,人不仅是正儿八经的光之国奥特曼,而且还属于战力强悍的强力奥,而所有光之国的奥特曼都有一个特点,就是当在地球消耗巨大的能量,或者战斗时间即将超时时, 奥特曼胸口的巨石器都会闪烁,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贝利亚胸口的巨石器,好像只有他在被逐出光之国以后闪过那么一次,而自从黑化以后就再也没闪过,哪怕是后来的极恶贝利亚,被赛罗用卡雷兰分子煤,直接打进了巨石器里,人都不带闪一下的,甚至最后被大孝子杰德彻底战败,巨石器也都没闪一下,所以为什么黑化了,巨石器就不闪了,到目前为止也就成了一个谜。 当然,作为光之国黑化奥的二号人物,托雷基亚在黑化以后,胸口的巨石器直接就被封印上了,而至于巨石器是托雷基亚自己封印的,还是被人封印的,貌似也没有人知道,所以,难道奥特曼黑化以后,要么就是不闪红灯了,要么就是把巨石器保护起来了,你要是这样的话,那那些渴望变强的奥特曼,恐怕也经不起黑化的考验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成为阿伟个人观点,如果有错误的地方,欢迎大家指正补充,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。